來到這裏Premium Outland 這裏的歐美品牌也蠻齊全的 這個好搞笑 它的魚傘是厚折的 你看看沙文魚 Check-in在蝎谷我們會住四晚的酒店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lia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就是我們在雙根的第三天 我們就會去玉殿長Outland 來回雙根湯本站對面的巴士站 3號這個位置 就可以排隊 搭L的車 L那條線就可以直接去到這個Premium Outland 我們上了車 原來都是普通巴士 所以大家都是早點來排隊 的確會一位坐 我們今天搭9點 這班車也有 現在應該有30人在等 搭了不想1個小時就來到這裏 現在看到Premium Outland 我們早過10點來 店舖10點才開 所以現在是先在外面購買 這邊就是那個West Zone 有很多品牌 多數都是一些歐美 就是luxury那些 食物也有很多 有買周遊卡的話 你就可以去那個Information 拿回這一張的Passport 其實就是展示你用周遊卡 有什麼額外的折口 有很多鏡 但就不包那些luxury那些牌子 我們真的跟他準時入茶 10點開門 現在看看Prata 這個布袋挺漂亮的 這個藍色很青春 不過他沒有拉臉 Long Charm 如果長大那隻 他的價錢就是這樣 Long Charm 這個布袋也挺漂亮 它間條 然後上面有一個騎馬 它就不是拉鍊的 它是拍樓的 然後還可以這樣 這樣摺進去 這樣拍 那個袋形又不同了 不過這個比較貴 3萬多yen 這個摺起來了 是不是不知道是什麼呢 攤開 原來是一個背包 這個墨綠色的布袋也很漂亮 這裡的歐美品牌也挺齊全的 Selena Fendi Loeri 還有Burberry 但我沒有理由在這裡買Burberry Loeeri的款式也挺正常的 這個也算是當季 這個價錢 媽媽看中這個 Case Bay這個橙的手袋 很搞笑 不過很重 這個很搞笑 看看 很重 搶名店之後 這邊也有日本的服裝牌子 一隻寂寞的柴柴 不能進去逛 我們來逛Friend Friend 因為門口就有送禮手船 這個是浮世賄 都是購物袋 它的傘都很漂亮 直傘 都可以考慮買回去 它還有很多很多的購物袋 設計全部都很漂亮 我要買這一隻 龜祖套 但是現在已經是一份MATS 真的可以捲起來 而且很輕的 這個自己做冷麵的機器也挺有趣 它有企鵝和北極紅的款式 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個新發明 它說把它插在菜的錠那裡 有三個孔 它就可以補鮮久一點 這是什麼原理 因為爸爸買了一件西裝 要改褲 原來這裡的外套是有提供一間改衣店的 它的位置就是在GAP 然後是七十一的旁 就可以即日拿回的 大概一小時就可以拿回的 這個七十一買的Jasmine Tea也不錯 這麼甜的 真的是茶味而已 我們走完WEST那邊了 現在走到東面還有一個叫Hillside 這邊就有些運動品牌了 午餐我們來吃這間熱海 不知道是什麼食堂 海鮮湯 這間是吃魚生飯的 我買了一個三文魚 還有魚子 然後這個是定食 又有刺身又有炸魚 這個就是小的當飯 海膽加三文魚 它的魚生是厚切的 你看看三文魚 哇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laza Outlet有NB的專櫃 我買了一個粉底 綠色的眼線 那就是大家六姐姐 Plaza Outlet裡面有這些機器 可以買到Cringles 薯片 原來今天開始NIK做Member Day 所以很多人 Member Day就是在做九字優惠能 全場最低一雙鞋子 不用4000英文 我們走到天現在變了九秒 我們的戰利品一籃 買完一包場子 現在外面就落到九屎 然後就有很多很多袋子 那些名店類的當然會幫你包好袋子 A few minutes later 全部都包好了 拿行李就是在月台的這個位置 在電梯旁邊 我們會住四晚的酒店 這間酒店有很多層 最高有40樓 我們住20樓 好 一打開門旁邊就是一個衣櫃 那它也挺大的 左邊就是洗手間 一會兒看 右邊就可以放行李 還有一個小小的 是否那些酒店呢 但是它是有一點 這是水來的 我以為是牛奶 這支是牛奶 用劇圖來代替影片 那剛才說到的mini bar 下面就是有個小雪櫃 裡面就有些基本的飲品 而整間房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我們是繼續預訂了三人房的 放了三張都很闊落的床之後 還有一定的空間去走動 還有放行李 那些床也挺舒服的 那浴室也是空間感十足的 它的個人護理用品是非常充足的 基本上你想到的 它們都有提供的 浴室也是日式設計 又有浴缸又有淋浴間 而洗手間就是隱藏在浴室最後面的位置 這間酒店因為樓層很高 所以它的景觀是很開揚的 可以看到無遮擋的東京市景 而餐飲方面 父母他們吃過酒店的早餐 西式早餐設在39樓的餐廳 大人每位4200日 另外也可以選擇在日式餐廳吃和式早餐 價錢就會高一點 大人每位4700日 39樓的風景更加開揚 是自助餐形式的 食物質素正正常常 其實這間酒店有很多餐飲選擇 餐廳和酒吧總共有11間 所以如果喜歡舒舒服服在酒店吃飯的話 在這裡一定會找到合心意的餐廳 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 明天我們會主力去Shibuya Sky 和去逛街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些旅行vlog的話 記得要留言 讚好 訂閱 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要按下鐘 下集再見 拜拜